對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政黨都在比賽 民進黨先勸退賴清德 還是國民黨先勸退王津平 看誰的速度效率比較高嗎 我覺得 問題還是在韓國瑜 韓國瑜選不選 沒有到攤牌的時刻 時間還沒有到 但是我覺得像 包含他唱堅持不考慮2020 或者是這樣深夜發的一個負責文 我覺得真的不要再做 我覺得真的不要再做 所謂一鼓作氣 再而衰 三而劫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現在也在爭取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的提名 所以我昨天一口氣 早上一口氣掃三個市場 然後到市場裡面 其實大家不大關心我的選情 抓著你 熱情的抓著你 就是來問 韓國瑜到底選不選 你去跟韓國瑜說 你去跟吳鄧瑜說 你去跟你們國民黨說 沒有韓國瑜我就不投了 通通不要投了 大概都是在反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的這個掃市場 其實效果是很有限的 對我個人拉票有限的 大家關心的是這個議題 今天早上 我們助理跟我講 他從一進辦公室的時候 就一直不停的接電話 這個其實過去很少見 大概一個早上 大概有起碼有30通以上的電話 大概也都是反應 第一個 韓國瑜到底要不要選 然後告訴你們 如果韓國瑜不選的話 我就 我這次都不要投了 你以為我都不投 不然就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加12票 12票如果沒有韓國瑜的話 我通通不投 我在這邊只是轉述 我今天早上接到的電話 也許今天因為早上接到電話來的 可能他只是比較集中式關係 韓國瑜的電話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是代表確實我們的基層 以及支持者高度的焦慮 這個焦慮某一個程度 它轉為了憤怒 如果你們不好好處理這個事情 我告訴你會有什麼結果 我不出來投票 我要特別的提醒大家 其實昨天我就講 包含黨中央 吳敦義主席 包含韓國瑜恐怕都要做一些 所謂的危機控管 也就是你不能夠讓支持者 從一個高度的支持 或高度的期待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落差的落空 沒有錯 其實我必須要講 其實在韓國瑜出來 就是說大家希望聯署 或者拱韓之前 我們也有很多的 包含朱立倫 王金平 周習偉等等 都已經表態參選 那麼在這一段的時間裡面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原來的看法是說 那我們就走到 比如說我們有初選 初選走到可能到了六月份 那麼也許朱立倫或王金平 他們的民調上升了 那麼他們也可以打敗柯文哲 他們也可以壓制民進黨 所以倒不一定非韓不可 如果朱立倫跟王金平是可以的 為什麼非要韓國瑜不可呢 對不對 韓國瑜就回去 就留在高雄 繼續在幫高雄人民服務 可是這一段時間 起了非常大的一個化學變化 那個化學變化就是 我們真的會感受這些支持者 如果沒有韓國瑜 也就是說你國民黨沒有一個 讓韓國瑜有個機會 比如說你用徵召的方式 徵召初選的方式 或者是最後徵召他直接參加大選 而韓國瑜就沒有了 他的那個整個失望跟憤怒的心態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我的群組裡面 有很多也是來自海外的 比如說一些我們的同鄉會 或海外的僑胞 過去世上每一次國民黨的 我們覺得選情比較穩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這些海外的僑胞 呼朋引伴 我想龍姐兄一定知道 呼朋引伴 我們一定要回來投票 大家一定要回來 什麼叔叔 嬸嬸 三姑婆 兒子都要給我回來 對不對 我跟你買機票一起回來 我這兩天 告訴你 我們明年初也不大想回去投票 再退機票了是不是 我不曉得他們訂了沒有 反正就會有這種聲音 老實講 我覺得 我直接對韓國瑜 韓市長 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別說 當然他可能是想要有個轉圜 尊重吳主席 說黨主席沒有下這樣指示 對不起現在什麼時代了 這個時代已經不是 要黨主席指示我要選 我才要選 我直接這樣講 這個時代過去了 是基層希望你參選 是基層希望 民眾希望你能夠擔起更大的責任來 這個才比較重要 這個才比較重要 今天黨內 大家所有的發言 在空中的各式各樣的發言 那麼其實都會被人家揣測 然後講 再好的 說實在 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戰友 一旦我們兩個一起選 趙勢剛現在跟我不同選區 我跟他非常好 對不對 有一天你要跟我選的時候 兩個難免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這個競爭的關係 叫你不要隨便亂跨區的意思 不是 我要講就是說 好 我回過頭來說 就是我在這邊喊話 就是我每次都說 請大家能不能以大局為重 大局為重 真的我所有的喊話 是對所有的人 包含從主席開始 包含我們的這些候選人 跟韓國瑜本身 這個韓國瑜講得很好 人所不能負的責任 我亦能負 誰要讓你負責任 人民 人民 好不好 就是說你暫時 你可能有情意上的關係 你可能有過去的情分的關係 或剩下你覺得有一些政治倫理的關係 對不起 這些通通可以拋下 當人民希望你能負較大的責任 更大的責任的時候 你要勇於承擔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個我講一下 時間的問題 我原來其實也認為說不急 因為我們的時程是在7月份 召開全彈會 那個時候才做提名 那個時候才提名 所以本來所謂的徵招 徵招就是徵招之後 就直接參加大選 可是我現在 其實我真的要非常非常沉重的提醒 不能拖到那個時候 你看現在就已經亂成這個樣子 不能拖 就已經大家 已經焦慮成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已經覺得非常不耐煩 而且非常 不是不耐煩 是厭煩 如果你還要把這種事情 巴巴巴拖到6月份 我看那個 我們就拱手 不然拱手讓給蔡英文或賴清德 或拱手讓給柯文哲算了 那我要提出一個時間點 4月10號之前 吳主席吳堆毅跟韓國瑜見面 當天會不會有最後的一個定論 未必 我覺得這個時候也不一定非要有一個定論 這個時候 我覺得主席應該非常非常明確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面臨什麼樣一個艱難的狀態 請韓國瑜要負起責任來 這個是一個 一個先一個溝通 那麼我認為的時間是什麼 4月24號 你看民進黨蔡賴 我不曉得到底蔡賴配不配 也許配或者不配 或者兩個絕類我們不曉得 但是現在如果民進黨沒有再延後的話 他們也有可能再改變他的遊戲規則 按照現在的這個時程 他是4月24號 他們就會公佈他們的提名人選 這個時間也是韓國瑜回來之後 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最晚最晚 我們不要拖過4月底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4月10號 韓國瑜去美國前 吳敦義跟他現在有個默契 兩個人約定好 等你美國回來 我們就一起對外公布吧 對 我覺得這樣 這麼簡單的事 處理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在於 如果你今天你要說 我要擊敗民進黨 是要讓國民黨重返政權 這是錯誤的 老百姓沒有意思要你國民黨重返政權 老百姓意思要人民重返政權 人民要重返政權 所以我們要把這一些 倒行逆勢的民進黨 把它丟在這個垃圾桶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瑜他為高雄的農民 漁民拼經濟拼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成績 有 成績有目共睹 回來以後受到民進黨 上上下下無情的打壓 無情的打壓不是只是打壓韓國瑜 他是要打壓整個高雄的農民漁民 當韓國瑜要把外資 要把很多的資金技術引進台灣 給你這個卡 給你那個卡 給你這個限制 給你那個限制 他就是要殺雞儆猴 告訴台灣的所有的縣市首長 你不要為你的民眾磨福利 你不要為你的縣民市民磨福利 你只要為你們的縣民市民磨福利 影響到我民進黨據時執政 我就視你為叩仇 我就視你為敵人 我想方設法去砍你 我們在公眾的議論中 我們根據新聞時事來評論 只要跟民進黨不符合利益 會對民進黨的形象有傷 就侮辱你 攻擊你 抹黑你 動用國家的機器去栽贓你 攻擊你 還要罰你款 還要罰你錢 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 這樣的一個政黨什麼都敢做 所以我們要終結它 不讓它繼續去毒害人民 我覺得這個就是唯一的標準 而不是來自於它是哪一個政黨 而是來自於它是為人民磨福利 還是不是為人民磨最大的利益 這就很簡單 所以三個方法解決 第一個方法解決就是 韓國瑜你要想清楚 你要取大意還是要取小意 我再強調 王金平對你的三三造勢有功 銘記以心以後有機會還 但是廣大的民眾的利益要照顧 這就是大意 我們再問 國民黨目前想要角逐 這個大位的這一些候選人 眾候選人 其實不會只是檯面上的 王金平跟朱立倫 還有也可能是以退為進的 或者是坐山官府鬥的 還有更個七七塌塌的人 我們要問的是 你能夠贏嗎 你本身的攻心比較多 還是私心比較多 如果你的私心多於攻心 那你基本上為人民服務的 這樣的意就不見了 所以你就不是為了人民的大利 你是為個人的小利 為個人的小利 就傷了人民的大意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目前在檯面上的這些人 也想清楚 最後決定者在誰 在廣大的民眾跟藍營的基層 藍營的基層 把毅力之變想清楚 你們就可以知道 你應該要站出來行動的 當你站出來 你說我不要 我要誰 我不要誰 誰是磨個人的利益 誰是磨我們民眾的大利 你只要弄清楚 我覺得基層可以決定 我們不是講民主嗎 國民黨不是也講民主嗎 基層可以決定很多事情 廣大的黨員可以做很多事嗎 經歷 你們對抵抗 我們很早就叫做 體力 我們到達為體力 等等 我們到達為體力 設定說明 其實我們不確定